欢迎来到 Vhome智能家居世界 什么叫智能生活 Irox Plantinum 智能冷暖床褥 暖又得 冬又得 还具备高温随满 控皮等功能 还可以监测睡眠质素 智能电动按摩床褥 还有按摩功能 电动梳化 这些就是真正的智能生活 Vhome新一代智能家居店 今天就来到这个智能湾 做一个考察团 看看我们中港两地的关系 如何支持香港人 先看看 三个智能 前面是国民家飞气 同时是一个 文家中间 大部门 这后面 是二楼 我会去看看 还有一个是 新华港澳国际 新兴充收集 其实这边 是香港新华特别 这就是文明 创向湾的timetable 大家看看 多漂亮 非常大 全部都是 chill out 喝咖啡的地方 好酷喔 大家好 大家好 接著我們這個行程 來到南沙不可以不認識 一個叫做利通集團 名字好像很熟 究竟它有多厲害 我們現在來到利通金融中心 我們看看 慢慢和觀眾大家介紹一下 利通集團有多厲害 這個面積是全鎮送的 創意空間 也是雙辦房的寫字樓間隔 全層總共大概700多平 你看它的寫字樓的大堂 跟我們香港 IFC、ICC都是一樣的 進去看看 剛才帶大家看了 現在開股了 究竟利通集團有多厲害 大家有沒有聽過心中通道 黃茅海大橋 和我們一廣珠澳大橋 正在用金巴 原來通通都是利通集團 一個大股東 所以真的超級厲害 大家不可以不認識 南沙的數據中心 南沙的數據中心 嘩!好興奮 我們今天終於可以進入南沙的規劃館 不如我們事不宜遲 快點進去看看 好可信 接下來請各位嘉賓 自問一部至展廳內 第三關的天井 南沙區的區位概況 南沙區位於廣州最南端 環境已經有不少候鳥 成為南沙的牛鳥了 有個南沙濕地 有 剛剛就看完這個南沙規劃館了 裡面的內容很精彩 而且有些特別的事情發生 但是因為在裡面 是不能夠拍攝的 所以收藝都是買個關子 希望接下來的日子 也可以你們大家親身來看看 來到南沙 怎麼會不理會一個廣發集團 看我們的廣發汽車 這個就是廣發的studio 的showroom 我們先看看有什麼新款 這個是不是直升機 還是坦克 這麼有趣 只能說是一些新模特兒 車 不知道大家有多喜歡 但是 都很養眼 那些款 這些應該都是模特兒來的 你看看那些款多 哇!充電裝 都這麼多款 更加一款適合你 對啊! 大家聽得多 南沙的郵輪沒有說 今天可以親自來這裡看一看 只是展廳 都非常有格局 你看看 看著全國全海景 哇!非常漂亮 只是看到展廳裡面 所有的裝修 氣派 顏色的配搭 都非常之精美 還有是有一個叫Style 比較高格調的 來到這個南沙郵輪沒有說 就是非常出名的打卡點 就是剛才我們展廳 落一層的 就是這個郵輪沒有說 這個餐廳 我也扮一下網紅打卡 先 我整個星期已經沒有了 哇!想不到 南沙原來是這麼多東西玩 可以早上玩到這個黃昏的 有多打卡點 有多地方去看 去探索 那下次再和大家帶大灣區 吃著玩 拜拜 在外面 那你會不會很漂亮 有多空 商量 有多地方 層得砍 雲 聽上課